坚果战姜王 卡槽里面给了我们寒冰姑火爆辣椒 草地上是一个憨憨的上下左右 移动不太正常的一个小坚果 我说一个小坚果 你叫我们挑战姜王 你确定 我们先随便打开一个僵尸罐试探一下 就这个最中央的僵尸罐好了 这是什么鬼 来了这么多玉米加农炮 不过这也没用啊 这僵尸一炸 清朝出洞 一发不可收拾 不过这坚果好像 可以攻击 这输得没办法呢 那咱们前面先积攒一波卡片 消耗一下也是可以的 我怀疑这前面三个罐子 都是姜王姜王 不过这个坚果 这么厉害 你别说三个姜王博士 三十个也不带怕呀 仙人掌可以 这波还是很给力的 给他们全部种起来 两个卷心菜倒是还行 玉米投手 还不错 我去直接把三个姜王小老弟全部砍 姜王小老弟 咱立马送你去度假 这波有你好受的 猫尾草香猫尾草 来了两个一拳 坚果先给他铲 这里搞一个 这来了个修脚 直接用扶梯僵尸 去修修姜王的脚 火爆辣椒可以 樱桃炸弹 我刚才咋回事 我都被自己蠢哭了 我刚放个火爆辣椒 我应该用寒冰菇 我修假的去哪了 我操寒冰孤仙兵一下 带我在手上握一遍 低一下 给你来一发 这么快就蹦就把蹦及僵尸了吗 三线还行 锤锤锤 三线 完了 这卡槽里的 排名孤也没好 寒冰寒冰老弟 冰冰冰 都是西金丝 来几个趁手的好货物吧 又来火球 这回江王小老弟还挺聪明的 有预估可以 我去一二路一二路 没有防御了 来了两个樱桃炸弹 可以 来了两个 玉米加农炮 这不有了吗 去 完了 兄弟们 我得移动了一拳坚果没了 大喷工 先冰一下冰一下 冰一下 扛一下 第四 躺一下 江王挺顽强 安冰姑 冰冰 我去 他给我来了个暗影僵尸 这没办法 兄弟们 搜的一下 他就进我房子了 这碰到开挂的我有什么办法 关键是 这个一拳坚果冷却太慢了 那么好 我是小冬 我们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我们下期再见 喜欢的点个关注 点个赞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